2024总统大选的部分 好终于现在侯友宜的部分 积极整合党内的脚步 在昨天又有一个新的进展了 因为昨天在台东 好他终于是跟郭台铭两个人同框了 好说了三句话 能够破除两人之间彼此的心结吗 好但是呢两个人同框同台 其实45分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互动 我们一一带大家来看到 好两个人其实同座主桌 有超过半小时的时间 当时没有任何的交谈 只有一些眼神的交流跟互动 您可以看到 其实两个人坐的是蛮远的 好侯友宜在这个地方 郭台铭坐在另外一边 这当中包含了前台东县长吴俊丽 还有新北市议长蒋根皇 以及台东县议长吴秀华 跟台东县长饶庆龄等人 都有到场来参与 好不过呢最后在致辞的时间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台上举杯的时候 侯友宜在离场的时候 终于这一刻登到了 他跟这个郭台铭握手 好两度笑容满面的当众握手 当然现在大家认为说 可以破除外界一侧两个人心结 这个部分呢到底能不能够来达成呢 不过呢侯友宜在台上致辞的时候 他一有所指说了一些话 大家也觉得说 是不是有弦外之音呢 这个侯友宜他说 他跟郭台铭不但有相同的警察背景 更重要的是都是中华民国派 而且两个人都是拜官公的 好官公是重情重义重承诺 因此他说呢 跟郭董有三个相同之处 企图能够拉近距离 好不过话锋一转呢 他又有说跟郭台铭好久不见了 其实从5月17号过后的两个月 曾经有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想要约他见面 但是都不得其门而入 今天呢因为台东的热情 让他有机会跟郭董相遇 至于呢这个郭台铭他怎么说的 他有特别提到 这个新北市在侯友宜的带领之下 其实是井井有条真真日上 并且当下立刻邀请现场的民众 给侯友宜一些掌声 不过媒体包围之下呢 问他说 你对于侯友宜的看法是如何呢 这个时候呢 郭台铭倒是笑而不答 好当然现在两个人是终于同框 同台见面 而且有握手嘛 好对于这个国民党的整合来说 算是好事一见 这个是台东县议长吴秀华就有说 其实能够见面就是好事情啦 另外呢这个吴俊丽也有提到 真心希望两个人能够合 只有团结才有机会赢 好上头的老板合了 那么底下的人也不会再随便的乱放话 因此呢现在蓝营方面似乎已经看到 核的机会了嘛 在昨天这个同框的画面 还有场面又是如何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 今天迎来了一个桂丁 就是我们的国务董事长 因为郭董事长 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郭董事长 郭董事长好 因为从5月17号以后 只有两个月 用各种形式 我们的郭董见面 但不得其门而入 今天这位台工人的热情招待 让我们有机会 很开心在这位同框 看到公共庆 我们有一个位置是我们的位置 他写国董团队 他写团队 更重要 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派 就是为了两岸和别 稳定安康 繁荣永续 大家一起努力往前走 所以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目标 我们都可以在习心之力往前走 当然 郭董 不断 吃个饭被那么多人盯着还一直拍照 也不断地去推动 台湾的经济营量 所以我们非常紧张 来 谁要谁要 我们当警察的就是信仰官公 受害案子没有破 为谁和我们的兄弟们 去努力的破案 就是为受害者身边 所以我们共同也是信仰官公 我们两个可以说信仰是一样 官公 重识 重义 重承诺 我们共同的目标 是中华民国和和别 发言安逸有趣 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是重义 重义 重承诺 所以借这样的机会 谢谢政府立长给我们满满的鼓励 也要借这样的机会 我们好好让台湾能够安定下来 我说我是在阶上发言安逸有趣的